东京电力公司长期存在的内部管理混乱无序 对公众隐瞒欺骗等顾及击中难返 福岛核事故发生12年来 东电公司善后处理漏洞百出 多次持报瞒报事故 篡改关键数据 将企业利益而不是环境安全和民众健康 放在优先位置 就在放射性肺业建设事故发生的次日 东电公司宣布将于近期启动第三批核污染水排海 试问这样劣迹斑斑的企业 如何能够确保在长达30年 甚至更久的排放管理当中 做到安全可靠 日方宣称的安全透明的排海计划 又如何让人放心 这次事故也再次凸显 建立长期有效国际监测安排的重要性 我们敦促日方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全面配合建立有日本周边邻国等利用官方 充分实质参与的有效国际监测安排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应当发挥建设性作用 承担其对日方严格监督的责任 坚决防止核污染水排海 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长期危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